3,2,1 哎呦,What's up? 大家好,我是你們最愛的美國朋友,小馬哥 哦,yeah,baby 今天好冷,今天是2017年最後一天 想要吃個東西要不要 有一些人問我,小馬,你的日常是什麼? 小馬,你早餐吃哪些東西呢? 其實很多人可能會猜測 小馬,你這麼喜歡吃中餐 你吃的東西,他肯定也是吃中餐嗎? 我的回答是,不太是中餐 然後也有一些人說 那你吃西餐嗎? 回答是,不太是西餐 我就想告訴大家,紐約最好吃的早餐 我最喜歡的早餐就是中西混餐 大家看我都是瘋子 噓 The fuck? Noooooo Fuck 關門了 oh shit 好 好 那就 那就改天再拍吧 改天再拍 OK 那麼既然我最喜歡的早點她今天沒開門 所以我就換到我第二喜歡的吧 這個是中餐 Vanessa's Dublin House 大全國鐵 Dumplings baby 我可以來個國鐵嗎 學者我忘了是幾個 是六個嗎 八個 八個 OK 那國鐵是四個嗎 那我就換一個豆漿 然後還是要一個水餃吧 混合吧 混合水餃 好 謝謝 八塊 OK 好 OK 那麼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她這一家 她有一個小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這一家她在紐約 其實算是特別特別的有名 然後真的是超多遊客 會來這裡吃東西 所以什麼下午啊 一大堆人會過來這排隊吃東西 特別特別的多 晚上也是 對十二年以後 就特別多人 然後都是都是遊客 而且都是白人 對所以遊客太多了 所以我晚上的話 下午的話 我絕不會來這裡吃 但是我常常會在早上的時候 來這一家吃 為什麼呢 因為人不是那麼多 這一家位置在紐約的唐人街 就是華人區嘛 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所以下午晚上的都是白人遊客 住在這裡的人 也會早上來這一家吃 然後這裡的老闆是北京人 這裡的服務員 工作人員 有一些也是北方人 然後但是有一些是廣東人 因為這裡嘛 紐約旁人街的 以廣東跟福建人為主 好謝謝 OK 好謝謝 拜拜 Let's go baby 我好興奮 好 OK 那麼 其實我常常 來這一家吃東西 他們最著名的就是他們的 不過我早上的話 會多吃這個 看看 這個是混合水酒 混合水酒 蔬菜水酒 這個是韭菜水酒 還有蝦 有蝦 這個豬肉水酒 我還常常喝這個 豆漿 他們這一家的豆漿 挺好喝 很新鮮 又甜 尤其是今天這麼冷很不錯 先挑戰水酒吧 先吃這個蔬菜水酒吧 其實這一家應該說是我最喜歡的 紐約的水酒 它真的很棒 因為它的材料也很新鮮 而且它的那個這個皮 特別特別厚 跟我一樣 很香 這個皮太太厚了 我超喜歡這種 其實我覺得 在我印象中 在中國的餃子 餃子皮就是不會這麼的厚 很香 嗯 嗯 嗯 這個皮 很香 那個韭菜很香 我剛剛說我忘了帶醬 因為我通常會放醬 我跟你說 他們這一家的服務員 的客戶都超棒 我超他媽愛他們 真的 而且因為我常去那家 所以他們對我也很好 我也很喜歡他們 他們還給了我醋啊 超喜歡吃餃子 要放醋 嗯 超愛醋 我超愛吃醋 大家 留點到最後 跟餃子 跟鍋貼一起吃 我們有一個很胖的 看這個這麼胖 這個是什麼鮮的 韭菜了 太好了 這個應該是他們 他們這一家的一個新的味道 這個是bazel bazel跟 雞肉的 他們做的餃子很有創意 看 太爽了 我跟你們說 這一家 他應該是說 紐約最著名的餃子 絕對是紐約最著名的餃子 全美國 多人都會來這一家吃東西 就是來紐約的一些遊客 他都會來到 都會想要來到這一家 吃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人超愛吃餃子 因為我們可能覺得 就是這種有咀嚼感的嗎 就是這種很厚的皮啊 剛才那個是香 太舒服了 應該說是美國人最喜歡的中餐之一 就是第一是麵條 第二是餃子 超喜歡吃餃子 因為就是這個餃子很胖的感覺 很有咀嚼感 很有咀嚼感 對很chooey的感覺 我們超喜歡這種 很chooey的口感 Oh my god Guys 國鐵 你好 哇 好看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正在买的 嗯哼 那是我所谓的 嗯哼 脆脆 那下面的食物非常脆 嗯,嗯,除了皮也是跟水餃一样,吃比较厚 它只有一面是很脆的 上面还是有那个咀嚼感,非常非常的好吃 对,因为美国人不是很喜欢那个脆的味道吗? 是,所以这个两个都有 它吃起来又像一个非常非常软的 很有咀嚼感的面包,又是有那个很脆的,很油的味道 美国人超爱 我太久都没有吃他们家的过天,太棒了 其实我在那一家碰到过很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美国人其实他下午跟晚上,人特别特别的说要排队才能进店 而且要排队才能点东西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吧,美国人尤其是一些,比如说你住在俄亥俄州 一些在美国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州的地方 你要是住在那样的地方的话 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华人 任何一个亚洲人从来没有见过 你知道吗?这个是真的 可能一生当中你没有吃过地道的中餐 所以你来到纽约有这么好吃的睡觉 这个可能不仅要进店点东西 他这一家他还卖冷冻的饺子 然后人们会过来大批的买60多个饺子 带回家吃 要么是在纽约北部啊,要么是在美国中部啊 一些没有中餐的地方,他都会带回家 他们的豆浆很不错 我太爱你们了大家,我爱你们了 我给这一家8.5匹嘛 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特别好吃的,像芝麻饼啊 他们芝麻饼也是特别有名 很多种东西都很好吃 我推荐你们 要是想要来这一家吃东西的话 你还是早上来 因为下午来,晚上来都不行 他们特别早开门,好像7点开门 所以,非常感谢你们这次来捧场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期 希望你们都可以留个评论 然后加关注 然后我们一起合作 提交跟美互相了解 我会多点推广中国文化 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让你们 多多了解美国文化 Hahah salut 你爱你 你